那 我們 就是 應該是說今天的 研洗今天的課程 因為其實時間的 關係那 數二的實際的簡報會有400多頁 但我知道我們三個小時一定 上不完 所以我只是擷取 可能老師你們在平常課堂上 比較會用到的部分去做 說明 那如果老師你針對英才網可能還會有 其他疑問的話其實你們可以 就是各縣市 就是嘉義縣的教練學校就是 一族國小那老師如果你在 英才網使用上會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問就是剛剛 可能主任剛剛有提到如果 影片的題目 答案有錯的那你可以直接 問題回報給系統 那或者是老師在使用上 有什麼問題的話可能 老師你想要知道學習單要怎麼用 然後可能會可以輔助哪一些部分 或者是我這邊也有一些 學習單 或者是老師的學案教案 是要跟英才網結合的部分 那如果老師你有這方面的問題 你也可以尋 就是也可以找我 那除了我之外 也有輔導團跟教養中心 就是假設學校在使用 HP那一台 在班上是沒有辦法用的 可能是網路的問題 那就可能可以問線網中心 他因為我們 因為是計畫 三合是計畫學校嘛 那線網那邊就會支持 就是可能會請 廠商來看是線路的問題 還是需要增盛AP還是什麼的 對如果有這方面問題 就是可以網路的問題 可以問網路中心 就是網 對叫往那邊 那這就是剛剛我說 就是如果問題 就是內容是有錯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問題回報 對那今天的簡報 就是大概分享到這邊 好謝謝大家 就是一樣的 那接著的話 就是要來說 學習輔助的部分 那就是 英操網他也有結合 學習輔助的科技化評量 以及線式的學歷檢測 那用學生的帳號登進來 的話 就是學生可以在這個部分 去看到他的報表 那學生可以找到XX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看到 這一個報表部分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他的節點的名稱 那第二個 這個就是 就是科技化評量 他評量學生 這一個節點的結果 那圈圈的話 代表是學生是通過的 那這一個 第三個這個灰色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英才網內部 學生做的部分 那呈現灰色的部分 就是代表學生 因為他在這個節點 他沒有去做任何的診斷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科技化評量 我們知道 學生在這個節點的狀況是 他是已經經手的 所以這一部分的題目 我們就可以選擇不用再讓學生去做了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他4N之0是這個部分 他在科技化評量的時候 他是未通過的 那 英才網的部分 因為他沒有去做診斷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那學生就可以從這個部分去做練習 那學生的話 他可以自己去指派他的任務 那這一樣 我們就是下 就是他可以根據下修去診斷出他的報告 那這個的話就是 跨年級的縱觀診斷報告的部分 那一樣 XX的話他就是告訴你學生錯 他在作答的時候是哪些題目是錯的 那他有哪一些練習可以讓學生去做運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學生A跟學生B的部分 他們兩個一樣在5N之12的部分出現橘色 就是代表這個節點他們是未經手的 但是我們先看學生A 我們會往下去找他的學習弱點是出現在哪裡 那我們一路找下來的話 其實他的問題是出現在2年級 2N之06這個部分 所以學生A的學習路徑 他會是從2N之06 然後往上補2N之08 然後再補到3年級 4年級 5年級 再補到5N之12的部分 但是學生B 他相同的一樣會在5N之12出現問題 但是我們找了他的學習路徑 我們會發現他其實問題只是在5N之01這個部分 他是沒有經手的 那他的路徑的話就會是從5N之01 5N之02 03 然後補到12的部分 那從老師的角度來看學習輔助的話 那老師點選進來的話 會有一個學習輔助整個 就是學生的一個報表的部分 那老師你只要點選姓名 他就會出現學生的測驗的總表 那老師你就可以去追蹤他的補救的進度 那後面的話也有學生未通過 那可能老師在這邊的話我們會看到 你在學生在英才網的節點 明明就是綠色的 為什麼會在科技化的時候 科技化評量的時候出現XX 那老師可能就是還是要針對這個部分 讓學生去做練習 就可能 可能是以前以後的問題 就可能學生先做了科技化評量的部分 他是不會的 但是你可能因為在上課的進度可能會有落差 跟科技化評量寫的時候的時間會是有落差 那學生如果在之後他去做了診斷 診斷測驗之後 他的節點是通過的 那老師你這個節點的話就是可以不用去理會他 那假設老師你是先做了英才網的診斷測驗 後面才去做了科技化評量的診斷 那我們從科技化評量的診斷結果 他是打差的話 那老師你就要重新再回去審視學生的學習狀況 所以這節點的部分他其實會是出現在時間點的部分 所以老師你就是要去看在測驗的時候 時間點前後順序的部分 那老師只要假設學生二 像這邊如果老師你把他打勾的話 那他這邊的話就是老師你要指派 就是指派補救券給學生 那這邊的話他就會出現一支筆 那老師你點眼鏡就可以去做指派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就是跟剛剛一樣就是 老師可以去指派學生 就是針對學生補會的部分去指派他補救券 讓他去做練習 那這學生進來的畫面 他要從哪邊去找到他的 老師指派給他的補救券呢 就是從我的任務這邊去做 那他也可以自己去做指派 那在使用英才網來輔助 就是在學習輔助使用英才網這個部分的話 要特別注意的是 數學的話通常我們建議每一週 只要一到兩個能力指標就好 因為你如果一次給學生太多 他一定會厭倦就是不想做 那國文的部分的話 可能每週也是三張補救券就好 那除了指派任務之外 那學生也需要就是準備筆記本或是自學的學習單 然後就是可以讓他邊做影片的練習 然後邊記錄下來 那學生記錄的話 他就是要依照每一次的進度 然後記錄下他的日期 然後補救的節點還有他的解題的紀錄 那老師也要隨時去注意學生的學習的狀況 然後去看學生的學習報表 然後也要去檢視他的筆記本的內容 這樣才可以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根據 英才網 就是在學習輔助上我們如何去運用 那這就是有學生他們 因為那時候老師就是直接發八格本 數學的八格本讓學生去做練習 那他就是分格 他去寫下他的日期 然後目標 然後節點 那他影片看了哪些 然後練習體有什麼題目 動態平常又有什麼 那這個的話就會是一個主要的流程 就是你在進行學習輔助的補救教學 要如何在英才網上去做的一個流程的部分 那這就是除了學習單之外 除了筆記本之外 然後也可以用學習單去輔助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今年就是做的 就是一個宣傳的影片 然後看一下 大家看看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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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